我们再来谈这个所谓的国际刑警组织 这个就是目前还来 完全就是中共内部军警政法体系的一个外部布局而已 如今基本就听命于中共 尽管这个组织表面上宣称是政治上是动力的 对吧 在其逮捕行动当中所起的作用 很多明显都是出于政治倾向 政治动机 中共滥用国际调查机制 不断出现出现了出于政治动机的这种起诉 国际刑警组织大来拐 大来拐自委员会的运作机制 特别是非对抗性的程序和不公众的决定 这个已经是广受非议了 只不过中共把它推到了一个更极端的一个地步 在2021年的土耳其 中共国阿拉伯联合收场国 还有伊朗 俄罗斯 维利瑞拉 这些国家大家都听得到也很难很熟悉的 被已经被指控 滥用国际刑警组织 利用国际刑警组织 针对政治对手 尽管国际刑警组织的政策 禁止各国利用该组织 那个追捕反对者 但独裁者越来越多的 都在用国际刑警组织和章程 中共国更是利用这个组织来打击 维吾尔州人 政府发布了针对活动人士 和其他居住在国外的 少数民族成员的这种红色冲击力 自1997年以来 记录了来自28个国家的 11546起居留和驱逐 维吾尔州人的案件 你想一下 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到底是个什么组织 就像一个国际流氓组织 一样 已经变成这么一个存在了 11546起居留和驱逐